这一波雨要下到礼拜天礼拜一 其实雨最明显并不在今天 而是在礼拜五跟礼拜六降雨的热区 就会跟今天不一样 今天是中部以北 礼拜五礼拜六是在中南部 尤其在南部地区 相信今天大家上班上课 尤其是中部以北 观众朋友都觉得 这下大雨超麻烦的 的确现在雨势还在下 尤其我们从即时影像 你可以看到这里是台中 大度的望高聊 有没有一片雾茫茫 而且镜头上你看看都还有雨滴 现在台中的雨势也不小 除了台中之外 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镜头 带大家来到台北市 台北市这边 你看我们公司望过去 雨很大 你看看天黑黑 而且在落大雨 因此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 尤其是在上半天 看起来雨势都很明显 要特别注意路况了 那么而且气象鼠还发布了大雨特报 首先我们就先从雨量累积图 带您来看 从凌晨零点下到现在 到底下了多少雨 这一张是您可以看到 就是你看现在从整个嘉义以北 一直到宜兰甚至花莲局部地区都有下 那么尤其在中部地区这边 雨势是比较明显 而且雨量累积比较多的 目前在台中的大雅 您可以看到累积了87毫米 另外苗栗的后龙这边 也累积了81毫米 整个气象鼠发布了大雨特报范围 从彰化以北 今天局部都会有大雨的 我们再从雷达回波图当中 就带您来看 因为封面现在已经走到了中部地区了 所以南北风交汇冷暖一交汇 自然而然对流就产生 而且对流就比较旺盛 都集中在中部地区 像现在以石雨量来看的话 在彰化福星这边 石雨量就有38毫米 都属于强降雨 鹿港这边雨也很大 有33毫米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了 由于现在整个降雨 中部地区雨是比较大 那么山区还有东部地区也有下 不过目前看起来雨 倒是没有像沿海这边这么的明显 那么这么强 所以我们也提醒了外出路况要注意 那么尤其前几天地震一直在摇 现在不只是花莲的山区 还有花莲地区很脆弱 各地的山区其实一下雨 都要特别小心着落实摊坊的现象 那么花莲现在有雨是下小雨 但是也不能掉雨清新 因为现在花莲已经是非常脆弱 尤其山区柔长寸断 只要有一点雨 其实都有可能那样起灾情 也特别提醒花莲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留意 当然了我们从地面天气图当中 也要告诉大家 很明显您可以看到这一波封面 那么封面的话 今天以降雨来看 当然了上半天降雨时间长 到了下半天这封面将会断成两节 另外一边就往东边跑逐渐的会脱开 那么左边这边的话 会再跟大陆这里 未来两天还会再形成另外一道封面 所以以明天来说的话 降雨虽然会有 但是变成有一点空档 因此未来这个礼拜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本来就说这个礼拜是有两波封面 大家还记不记得 所以大大的标题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 这封面接力 这个礼拜其实雨最明显 而且雨下的比较剧烈 并不在今天 而是在礼拜五跟礼拜六这两天 要多注意了 那么您可以看到今天封面通过 当然局部地区还是会有强降雨 像现在的彰化 像现在的台中 降雨的情况就比较强 那么到了午后的话 要注意的就是对流的发展 因此山区像是南投 不排除局部 还是会有较强的雨势出现 礼拜四就是刚刚淑莉所讲的 封面因为今天会断成两节 另外一道封面正在形成 所以礼拜四算是封面接近 因此天气依旧不稳定 还是会下雨 但是雨就会变得是断断续续 甚至中间会有空档的时间 另外一道封面报道时间 就从礼拜五开始了 所以影响礼拜五跟礼拜六 全台各地又开始下雨 而且因为再加上西南风的加成 所以以礼拜五跟礼拜六的雨 降雨的热区就会跟今天不一样 今天是中部以北 礼拜五礼拜六是在中南部 尤其在南部地区 因此我们也要提醒中南部 观众朋友要特别留意 刚好水库缺水 我们也希望礼拜五礼拜六的雨 可以下在极水区 但是这一波雨要下到礼拜天礼拜一 只不过礼拜天虽然会有雨 但是降雨的强度 还有降雨剧烈程度 就不会像礼拜五礼拜六这样明显了 问如何这个礼拜是多雨的礼拜 我们都希望观众朋友们也都要做好准备 时间再交给文华咯 好 迎宁起所听哈喽台湾 我是张家如 淑莉早安 淑莉早安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淑莉昨天在经历了震撼教育之后 你下午有补眠吗 有 我也是 你也是吗 很困耶 对啊 真的是因为啊这个前一天晚上你知道 反正全台都处在一个地震的恐惧当中 对 很紧绷耶 对 晚上都没睡好 对 春到呢下了班之后啊 你看昨天天气还不错耶 对 我就觉得怎么不是说下雨吗 对啊 接下来不是我想说 应该要好好把握一下空档 也许出去跑步啊 出去走路也好 可是实在是体力上不行啊 因为实在太想睡了 真的 我也是补眠去了 就补眠了 然后呢结果一觉都睡到晚上去了 对 今天呢一觉睡醒发现雨下大了 很大 我上班的时候雨很大 对 可是你知道吗 你的很大对于中部地区来说不算大 不算大 更大 因为对流最大都在中部 因为呢昨天为什么有空档 因为昨天西南风比较强 所以那个封面啊 就一直压在基隆北海岸那一带 所以你可以发现啊 昨天的雨啊 几乎就是呢 半夜清晨那一波下了之后 对 然后呢大部分啊 就空档了 那是有一些部分还有一些 午后对流的一些降雨 可是今天开始天气就不一样了 真的 我们赶紧带大家一块来看看啊 接下来啊就要麻烦大家啊 什么事情什么活动都要有雨天备暗咯 我们赶紧呢就来看看咯 接下来呢 封面接力 礼拜五礼拜六是雨是最聚的两天啊 以这两波来看 这一个礼拜来看 事实上呢 雨是最明显 那么雨量多 雨是比较强的 的确都在五六 那么呢也因为啊 这两天雨震不断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山区要警戒咯 首先呢今天礼拜三 今天呢这封面通过 因为呢封面现在已经到了中部地区 所以呢今天几乎全台各地或多或少都有雨 当然咯降雨的热区 你可以发现还是偏重在中部以北的 好那么礼拜四呢又是另外一道封面接近 所以呢礼拜四当然天气也不稳定 可是啊降雨是会有空档的 也就是呢当有一些呢对流云系啦 哎雨进来那么雨就会下 那么雨云系没有移进来 当然雨就不会下 所以呢算是有一些空档的时间啊 可以让大家再做一些准备 到了礼拜五礼拜六 就另外一封 另外一波的封面影响了 那么这一道封面呢 第一个当然结构比较好 再来就是西南风的配合 所以啊你可以发现啊 降雨的热区 你看礼拜五跟礼拜六 跟今天礼拜三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这分布上很明显降雨的热区 就在中南部地区 也好因为呢中南部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啊 赶快有一波明显的降雨 所以礼拜五礼拜六这两天是可以期待的 可是呢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 因为呢这两天的余政的关系 所以呢这山区还是要特别警戒 那么比较算好一点的消息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两波来看的话 东半部地区尤其啊像是花东地区来讲的话 降雨没有西半部来的明显 可是呢还是不得不注意 因为呢有时候一些午后对流啦 或者是呢其实现在东部这么脆弱的情况之下 其实只要一点雨就足以让它出现一些 这个落石摊坊的现象 甚至呢雨再大一点 哎那个土石流就下来了 所以呢我们还是提醒啊整个东部 尤其花莲这边呢还是不得不小心的 到了礼拜天封面还是持续影响 但是呢降雨的强度 还有呢这个雨量 其实就没有礼拜五礼拜六 这两天来得剧烈来得明显 所以无论如何接下来了 这几天看起来啊都是不稳定 而且呢是容易下大雨的时间 大家呢就要赶快做一些雨天备暗 还有疏通沟渠的工作咯 加入